2022卡塔尔世界杯小组赛一组的最后一轮2日凌晨3点开战 其中德国对战哥斯达里 虽然德国中场以4比2获胜,与西班牙同击4分 但因竞胜球少于西班牙,德国仅排名小组第三 哥斯达里加击3分小组垫底,两队携手出局 这也是德国连续两届世界杯小组出局 小组赛前两轮,德国仅拿下一平一副在一组垫底 哥斯达里加次轮击败日本后占据第三 双方过去仅交手过一次2006世界杯开幕战 德国同样也以4比2击败哥斯达里加 开赛仅10分钟 德国就凭借老母David Drum左路船中 由格纳布里、Sergen Abri投球破网 迅速取得1比0领先 格纳布里成为纪胡梅尔斯·马特斯·哈蒙斯的2014世界杯对法国后 首位在世界杯投锤进球的德国球员 替国家队攻入的第21球 德国上半场1比0领先 但格斯达里加在下半场第58分钟颁平战局 乌斯顿Kendall Weston投球被诺伊尔·马诺埃诺尔尔尔尔铺出 特哈达和Eltsen Tieda很快跟进不射进球 将比数颁成1比1 第70分钟门前一片混乱 组阿白宝路华加斯攻入 格斯达里加以2比1领先德国 若过维持目前比数 日本及格斯达里加以6分携手晋级 西班牙继德国出局 德国很快就在第73分钟颁平战局 由哈费茨 Karfertes破网 双方战成2比2 第85分钟 格纳布里传中 哈费茨没开2度 德国3比2超前 第89分钟 菲尔克鲁格 Niklus替德国攻进单场第4球 将领先扩大到4比2 德国中场以4比2获胜 但另一边西班牙1比2遭日本逆转落败 德国与西班牙都是一胜一败一平 4分积分 但西班牙以竞胜球优势锁定分组第二 德国因此写下连两届止步小组赛的难堪记录 5分钟